你们是哪个部份的 长官 我们是第八十六军 第十三师 曹市长的部下 我们都被打乱了 大家都撤了 你们也走吧 长官 你们去哪儿这是 走 十三师 十三师溃败成这样 片野一定有问题 跟我来 人家有攻击的事 杀击害死了 我们就能攻击 人家有攻击的事 人家有攻击 你走 这次小太长 大家也能攻击 小太长就能攻击 站住 站住 你们往哪里逃 难道让小鬼子 打到自己家里来吗 少庆 我们长官都跑了 我们留着干什么 就是了 是 留着都跑了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长官 给我打回去 就我们这帮人 留下来有什么用 是啊 是 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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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阵脱逃者 就地正伐 你别说 天眼不保 石牌也就不保 石牌不保 重庆 还有可能就会被日本人占领 那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我们都是军人 难道 我们就要眼睁睁地 看着小鬼子笑我们 难道我们就看着 世人来嘲笑我们吗 人终究有一死 但死就得死得明明白白 死得其所 是男人的 就跟着我打回去 打回去 我去 我跟着你打回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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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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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去 攻击 他们在排队中 他们怀疑 他根本不得强 他们地带 死亡 北京 在这种刺激 想要冲来 他就像一样 还要冲替 这些刺激 我本来要冲击 这些刺激 人口 想要冲到 人口 这种事 你能生下 告诉指挥部 第十三师已经退退 我们组织魁军 正在以日军激战 请速来增援 娃子 去 找几个人 把那中机枪 给我抬到第二道防御阵地那边等着 快去 是 走 主棍 带上这艇轻机枪 跟我到敌人的左侧去 快 是 满团 好 把所有的手榴弹 还有子弹聚集到一起 一起打一起投 到时候这样做威力才能发挥出来 明白吗 好 你去把那个小号手给我找来 是 已经跟后方指挥部联系上了 他们正在紧急调遣 刘云翰的第五师向这里分岳 刘师长 是黄埔军校第七七学院 他在武师带兵严格 提出了性生不生 必死不死 宁威玉碎 不畏瓦权 所以 每次他们部队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都能临阵不乱 坚定信心 看来日军显然已经在片岩附近的各个防御药充同时发起进攻啊 老杨 第五师还没有赶到片岩吗 山路难行 日军飞机轰炸得很厉害 我正在催他们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向我片岩阵地进攻的同时 以与其冶力支队会合 目前日军第六十八连队在我军防线的左翼进行攻击 日军第二三一连队在我防线右翼进行攻击 第二一七连队作为预备队 已经从五龙口十六河出发 设置在宁昌东岸的日军加农炮榴弹炮阵地 也予以进攻日军炮火支援 我第十八师防御的东青树枣子树 所承受的攻击压力已到达极限 该师右翼东青树一线被日军攻破 现在日军第二三一连队已经突进到与台山东侧 由此可见日军此番进攻的矛头 最终指向的是偏延 日军所有的进攻目标都指向了偏延 他们要立刻石牌地占领目的 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 现在只能看护一声 还有他编整的那些魁军 能够坚守多久了 我们没有弹药的补充和失误的攻击 如果第五师再不敢来这么远的话 我们就可能守不住了 我们和第五师没有联系上 估计他们在赶来的路上 所以电台处于静谋状态 打 打 走 训练 进手 回来 统统他 这 hört 统统他 别 老大 走 走 走 这 干吗 咋 走 有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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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手榴弹 制造这手榴弹的人 应该被枪毙 拳冲不后 让他们认为 我们的部队已经紧紧过来了 快 拳冲不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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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屯儿 等会儿 什么指示 现在你去通知各组组长 我们的挡务之急 就是要转移到对面山上去 快去 好 快快快 松松快 江峰军司令部问我们 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男友了 抵挡不了多久 江中尉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带队你电讯小组赶紧撤离 我们还不能走 江中尉 你们是国家的宝贝人才 我们必须保护你们 你们绝对不能为敌人俘虏 请你立刻带着电讯小组赶紧撤离此地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还有 帮我把这个小家伙也带走 他还小 要好好地活下去 快走 我们同样 抱着逼死的决心 我会接受在这里 这是命令 你 日军第三师团 第三十九师团 野沟支队 已经逼近偏眼 我们也在那儿 要认为 我们在这儿 这是我们 我们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 最后的要塞 我们要有 和十排同村王的决心 来 王子 我们现在还剩多少子弹 还有十几法吧 如果没事 我们还有刺刀 我保证 我要亲手干掉几个柜子 我也能干掉几个 我我我我够强 我尽力吧 娃子 你得照顾我点啊 辛苦了 我们现在只能坚持不保 偏延和石牌就多一份保障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也吃了不少亏 这次是让他们还回来的时候 痛快 舒服 说得对 小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大家准备 弟兄们 提着我们最后的一点子弹 打 打 弟兄们 上次到 杀 杀 废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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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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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校 刚才看到你率领的部队 如虎狼之般的奋勇杀敌 为我时能够及时地赶到 阻止日军占领偏延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令人非常敬佩 刘师长 多指教 偏延虽然地势险恶 但是由于防御攻势的缺乏 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利啊 以现在敌军的作战能力 和机动能力 我们将来还有更大的挑战 说得没错 刘师长 胡少校 刚得到消息 第八十六军之六十七师 三十二军之一三九师 都已从鸭子口渡阵弯方向后撤 偏延左翼的暂边第三十四师 在羽台山 月亮岩的阵地被日军攻克 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成孤军了 不认识了 胡少校 我认为我们作战 不光要有坚定的决心 还需要有作战计划和安排 我们要把事情 往最坏的方面去想 如果我们守不住偏延的话 我们应该退守哪里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当然 肯定不能一步退到石牌 那样对石牌的压力就太大了 不信心